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就是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就是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就是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 动着的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作笔以后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 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呢 就是从右手的话呢 这个左手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拳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住这个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的 出三次勾气 就心里面观想啊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呢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 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啊 啊 哦哦哦 如 رول ò'余 ko kiana dag and sa ? giana ja cha chaindra danya na tata indna Adopa babamaa yare laja h Fox seas a chi yeah ah oo awe riro lul ii yi oo ma gaka mm agoanda ta ciana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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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tata indana papa babamaa yare laroz se ach submar siham 摁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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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摁�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事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家一直搞的地方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就是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上师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 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 根本像是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就是全部迁锁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你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让这个生起来 然后呢就是 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 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讲这个问题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故应修功行对之时有之光辉两天中能长一家时 就是讲这个颂词 这个颂词就是说要对治我们前面所讲的这种乐受苦受摄受的实质 那么这个实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治呢 当然是依靠观察 观察受的本体 它的对境 它的因缘 最后它的结果 就是通过这几方面来观察 很重要的 当然这一段当中主要讲的是受的本体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受 如果我们抉择下来空性有什么样的利益呢 其实这个利益是非常大的 应该修持空性要对治谁有的受 如果我们这样详细观察的话 经过多文 观文博学的观察的智慧的两天当中 观察的智慧比喻成非常飞恶 良好的天地 那么这个天地当中 世间人们所成长的庄稼一样的 那么生起了禅定的瑜伽美食 那么一般的食物 对我们的身体作传成长起到作用的 同样的道理 通过智慧 通过先观察 然后轮盘观察和安住 最后进行安住 这样的一种持地 最后我们禅定的美味佳肴 可以在瑜伽式的相续当中 瑜伽式可以享用 当它享用之后 它证悟的体力慢慢会成长起来 这样以后 我们修行观察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观察 瘦的根本是没办法推翻的 没办法根除的 因此很多高僧大德一直在强调 说不管是苦手 乐手和舍手 这个手实际上是轮回的根本 要推翻 或者彻底断除这样的根的话 一定要通过闻法来能拔除 这种根应该通过闻法来去除 下词以后我们对这里有经历走的 也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下方看 必须是必须的 我从此来讲的 kann不定一样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以前《记得涅槃经》当中也有三种人的描述 有一种叫盲人 因为盲人从来都是不闻何法的 不知取舍善恶的 这种人比喻成盲人 还有一种人度目者 也就是说只有一只眼睛的 那么一只眼睛的暂时虽然去听的 但是听法不圆满 或者说法意不去思维 相当于是只有一只眼睛的人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双目齐全的 只是既要听受佛法 又要全身关注心地 就开始思维他的法意 精精修持 身体体性这种人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第三种人 大家遇到这么殊胜的佛法的时候 应该自己也是尽心尽力地去修习 尤其是我们现在遇到这样的薄弱空性 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薄弱性当中也是有比喻的 比如说一群商人到森林当中 无垠光阔的森林当中 迷失方向 然后找不到边界 后来听到牧童的声音的时候 他们知道森林中间不会有放牧的人 应该到了边缘了 会得着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三界轮回当中 无边无界的旷野当中 一直漂泊 一旦遇到薄弱法门 对人认识了空性的时候 那就证明了 我们现在要接近 离开了这个生死轮回的边缘 应该要与解脱的弊安 不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讲受的应酬 也是分三个方面讲 首先就是破根经相遇 破根经相遇也是中破相遇和破未成相遇 两个方面讲 首先是破正相遇 根经若见刻 彼而正相遇 五个皆成疑 谁服欲于谁 如果有一种快乐 首先我们观察它的应上面 如果它在应上面都是不成立的话 应所得到的过更是显然是不合理的 这样以后人们经常认为 依靠这种接触而获得的快乐 的确是没有的 这个问题很重要的 如果你把这一段学得很好 我是这样想的 很多现在沉迷于一些感情的网当中也好 或者有些对生活和对现实的一些名为利养 特别执着的话 那这些四座的根源全部都会灭除的 所以这个修行还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如果我们观察很容易 根和经有没有间隔 如果是有间隔的话 怎么会相遇 如果没有间隔融入一体的话 又是谁遇到谁 谁怎么遇到 所以我们平时身体借着非常好的 柔软的衣服 大家都觉得很快乐 是这样想的 或者是我的耳根听到了歌声 认为歌声跟我的耳根起作用以后 很快乐 是这样想的 其实这是一种分别念和一种妄想而已 真正去观察的时候是没有的 怎么没有呢 我们去详细观察 首先是你的六根 六根当中 一根下面单独剖析 我们首先说 掩耳必摄身 五根 然后这个经 摄身相为土 有五个经 那么这五个经和五根 不管是掩饰也好 而是必是 哪一个是所带来的这种果呢 首先要观察这两个根和经 有没有接触 或者说 根和经之间 有没有间隔 如果说是有间隔 怎么会是根和经相依呢 比如说我这个身体 跟接触外面柔软的衣服 这个衣服和我的身根之间 有没有间隔 就是里面可以 还要装很多围尘 还有一些不接触的地方 有没有呢 应该是这个有 如果是有的话 有间隔的原因 怎么会是他们两个相遇呢 因为中间有这个间隔 中间有间隔 还要成为相遇的话 那东山和西山也是相遇 然后北山和南山也应该相遇 然后美国人和中国人也应该相逢 有这个过失 这种谁也不敢承认 如果你说是 我的身根跟外面的这种衣服 就是没有间隔 如果没有间隔的话 那我的身体就变成衣服 衣服就变成身体 那这样的话 衣服和身体融入一体 只有一体的法 而一体的法 怎么会是有互相接触 互相相遇的这种机会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不可能的事情 接下来给大家看 说一句互相遇的一天 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 我的身体也感觉 我的最好 请你为您带她们 还有什么 这种人是不可能的 那好的 你说这种不可能的 我们会有 più 我们会有这个 有关的 修央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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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破位称相遇 有些人可能这么想 互相相遇应该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磕头的时候 合掌 合掌的时候左手和右手可以接触 然后我们思念人 身体与身体互相拥抱 互相接触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还要按照有不重的一些说法 外面外境的城和我们根的城 因为根是设法的原因 这两个有时候也有接触的地方 所以接触应该是存在吧 这样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层层不相如 无间等大谷 不如则不合 不合则不语 刚才你所讲的这样的外境跟实 或者根相语的这种说法 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外境的城 色深相外都可以安理这个城 我们掩盖二根 必根的话 也可以有根的城 那么这两个城是不是互相融入一体 如果没有融入一体的话 刚才我们所讲的那样 具极个别的部分 还没有真正的接触 比如说我们合唱 我们前面的树 两个就是接触在一起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这个没有接触 完全接触的话 那你左手和右手的每一个位层 一定要碰上 但是这个位层并没有 中间有间隔的 如果没有间隔的话 你合唱以后 树粘连在一起了 然后再也打不开了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两个没有接触的原因 我们随时拉开的时候 完全可以 这说明 中间还是有间隔的 如果有间隔的话 刚才那样实际上是没有相遇的 那么这样观察的时候 这个城里左手和右手的城也好 或者我们的圣根跟衣服的城 这两个是不是互相相容 融入一体 就像水里面倒牛奶一样 融入一体 这个是不能相容的 为什么不能相容呢 因为这两个围城没有其他的空间 只有自己 比如说根的围城和外境的围城 它是各站自己的位置 它自己有分还是无分的 如果说是有分的话 那么实际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不可能站别人的位置 如果是无分的话 那须面上也是变成一个围城 我们前面所观察的 这样的过失应该存在的 所以如果是有分的话 那么就像我们两个馒头放在一起 那一个上面加上一个 这不叫融入一体的 因为各站各自的位置 自己不能占别人的空间 不像我们一个馒头 装在一个塑料袋 那就可以放在里面了 但是两个围城放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互相都是不能融入一体 因为自己的体积 自己还是保护着 还是保持着 这样一来 没办法相容的 如果他们两个没有融入一体 实际上这两者还没有这个会合 我们表面上看到 好像这两个会合 但实际上各站各地位置的原因 没有这个会合 如果没有会合 这两者没有相遇 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的时候 我们身体对衣服的接触 就根本不可能的 只是认为你靠近衣服的时候 你自己感觉是 噢 我已经获得了对对境的温暖 或者他的出觉 我已经得到了 这是我们的非常可怕的一种 迷乱的这种错误的观念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是这样的 真的是不是很可怕 还是您的化创 打赏 转发 是这样的 我一直在吝点赞 转发 打赏 我一直在这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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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和刺有力 若见轻视我无分相依成 下面就是说 通过我们这样的观察以后 也叫做即位吧 就是最小的位称最小的位称可以说是变成无分了 那么无分的位称当然有分的位称不可能接触 有接触的话他们两个之间还没有接触的地方 所以没有接触的地方不可能成为互相相遇 不能这么说的 比如说两个小小的位称接触的话就像我们合掌一样 可能一边他承认为是接触 但是他的东边西边还有另几个边没有接触 所以这个不叫真正的相遇 那这样一来要是有一个接触的话 应该有无分为生的接触 但无分为生的接触 即使接触又是无分为生 那这样的现象应该说是绝对不可能有的 因为这个我们通过理论观察也是不能存在的 所谓的无分为生其实也是不好找到的 我们无理学的一些角度来讲也是 现在他们有些职者虽然认为 他所谓的场 最小的单位是存在 但是真正存在的理由还不是很具足的 我们前面分析过一样的 所以如果有人真正找到了无分为生 如果是有人不管是在你的家里面也好 钱包里面也好 或者是找到了一个无分为生 齐天菩萨说 你可以给我看一看 所以我们这里大家应该知道 无分为生如果是不成立的话 那根和精之间的相处 这个是没有的 无分为生如果有相同的成立 你也可以找到外境 这是我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 比如说我真的对这个衣服 认为这是很舒服 很舒服的话 那其实衣服的位称 跟我的身体的位称 这两个是不是粘连在一起啊 如果是的话 那我的衣服变成我的肉 然后肉变成衣服 那这样真的我能借助 我已经融入到衣服当中 衣服的所有的每一个特点 我直接享受也是可以的 但是衣服和我的身体之间 一直是有间隔的话 说明我还没有品尝到 它的真正本来面目 因此我们人们有一种习气 就像磁铁 接近铁的时候 它一种心一样 让我们对任何一个 他自己分别创习的对境 稍微接近的时候 认为我已经感受到对方的快乐 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世间的男女之间的感情音 或者外境的 任何一个摄生相闻的接触 全是一种迷乱 点击的 点击的 说明我会有我的天 稍微有点 这一种的手 给你回答 你不能看过来 这一种的手 个人 这一种手 这种手 带下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么下一个宗旨 外境接触 因为正是未成继位 外面的无尽也是继位 这两个继位通过刚才的观察方法 确实不能接触 不能接触不能相濡 不能相濡的话 不可能从中获得快乐或者痛苦的 所以我们另一种方式 对方认为 就是我们的心是跟外面的接触 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比如说眼睛的眼神 能接触到外面的色法 而是接触到声音 或者说我们的意识 跟外面的法 直接接触的原因 然后产生骷髅质感 这样认为的话 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我们从两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 所谓的意识 它没有颜色 没有形状 没有身体 没有眼耳鼻色 什么都没有 所谓的意识 科学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佛教当中也是无形无状的 这样的一种东西 所以你的意识 既然没有任何的心体 那跟外境怎么会是旁装呢 外境怎么会接触呢 不可能的 我的意识跟外面的色法怎么会接触呢 我一直是没有心状的 外面的色法有心状的 如果这两个可以接触 那我的手可以抓住虚空 或者我这个手授权狠狠地打使你儿子的脸上 那有没有这种情况 不可能有 如果意识根本没有任何这种心体的话 那怎么会跟外境相处呢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对方说 意识单独跟外境接触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一般的一些论典当中 也这样认为的 这个一个是根 还有外境 然后就是座椅 以心态 这三个因缘聚合的时候 就可以产生感觉 产生快乐或者痛苦的感觉 所以这种因缘聚合应该是存在的 聚合应该存在的 对方这样认为的 但这个说法也不对的 所谓的聚合也无有实义的 那么这个道理 我们前面也已经分析过 前面什么 束缚之聚 离当成何物 就是从开始束的话 所谓的手指等等几句 怎么会是成立这个束 然后一直入空无为尘的腿里 前面都已经分析过 这样一来的话 那我们所谓的聚合 聚合 严格 外境 还有心事 这三者聚合而成的这种说法 也是不合理的 全是一种因缘 当然如果你承认这个因缘 那么不可能是私有的 龙猛菩萨也说了 就是因缘所生法 我所即是空 这个因缘法 如果因缘聚合的话 佛陀也在佛经当中已经讲了 龙猛菩萨也说了 所以他必定是空性的 不可能有私有的 不可能是 龙猛菩萨也说了 有点启动的背景 是属性的 龙猛菩萨也说了 我倒变了多天 不可能是空子 但是不可能会出现他们的衣服 但是不会会出现的问题 不可能是 额体庭的群面 态闸口 竹局人生法 竹局人生法 之下 质质 的工作人生法 那宜敏 暴商量上柜寻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圣天论师也是说了 就是说眼中无有事 始终也无见 他这里面也是当时破置因缘具足 什么色中二无有 彼合轮件事 他这样的道理就去观察 比如说眼中产生 事也不可能的 始终产生见也不可能 不可能有这种功能 还有座椅来见也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因缘具合 其实在每一个上面不存在功用 那一个上存在就不可能的 比如说三个人具足 三个人每个人都是穷怪弹 一分钱也没有 然后三个人具足在一起 准备买一斤白菜 也没有办法的 同样的道理 你严实上也没有见戴经的作用 严格上也没有 对境上也没有 然后坐一条也没有 这三个因缘具合的时候 也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因缘的具合 这道理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但是正因为是空性的原因 在世俗当中 很多的规律可以显现 这就是非常稀有的一种规律 因此我们观察这样的法 最后要得出一个结论 得出一个结论 极其万法 本体上真是空性的 只不过我们众生还没有了悟到这一点 每天都是在忙忙碌碌地 沉溺苦涵 或者本执着自己的对境 就是没有了达这一点 给你打担了解这个事情的 点满响 给你打开 我觉得你打开 然后再给你打开 你打开 那我想到你啊 你就会了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